有一位男生他說他月薪九萬 可是在臺北怎麼存不到錢 用這個題目要問大家 說他這個吃頭肉兩年 一塊九萬塊 他不需要養家 因為他還沒有結婚 但是存不到錢 他列出了開銷 要大家幫他看看問題出在哪裡 他說他兩年剛才領兩百十六萬 但他說他的固定開銷是房租一萬五 那這個助學貸款現在要還了 這個一個月還一萬塊 另外他孝親費兩萬塊 給我爸爸媽媽 平常吃飯他價值不太在乎 因為賺得多 但是他不買奢侈品 可是他兩年就出國了四趟 分別去了日本 去了泰國 土耳其 還有英國 他沒有結婚 他只有交女朋友 辛苦工作兩年了 可是存款是零 這個 所以他希望我們大家幫他想想辦法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那我先請教Mickey 你覺得他問題出在哪裡 我覺得他應該是屬於就是不太在意 沒有錢也不會沒有安全感的人 因為像我就是屬於沒有存款 會很沒有安全感的女生 所以不管怎樣 我還是會有一部分的錢 是會留住 你有賺他那麼多嗎 這說來也是有點 就是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對 你也還沒結婚嗎 還沒 還沒 那房租一萬五算是多嗎 我覺得在臺北算正常 對 不然基本上都是要再更高 基本上要更高 他那個應該是大的套房 沒有 現在坪數其實都不大 對 就是大的套房 十坪 十幾坪的那種 對 差不多 我看是臺北市還是新北市 對對對 所以萬國是很一般的支出 就對了 對 你再低 就不容易再省了 你再低就是牙房了 你沒有辦法有自己的空間 其實住臺北車站也不錯 我看他們都拿了一個 好舒服 三餐有便當 然後有棉被 空間也大 還有一個大的袋子 我上次走過的時候 還看到有人把他的家布置 跟Hello Kitty一樣 有好多的娃娃什麼 布置得很溫馨 還有燈光 這樣不好吃 Tag 不好吃 走過的時候你來給他看 他也是這樣給你看 是不是要來住我隔壁 OK 然後網友說如果三餐都在外面吃 在臺北至少一個月要兩萬塊的伙食費 要不要你看 兩萬塊 要不要 我覺得要 因為現在物價真的好高 我記得我前幾天隨便亂點一個 鹹酥雞 外送 我一個人吃 也是要兩三百塊 鹹酥雞 外送 每天看都會 跟看自己的女朋友 男朋友也是一樣有沒有 不好意思說 你現在才幾歲 醫師 因為我現在結婚 這個都已經結婚幾年了 你現在要怎樣 不好意思把新生說出來 會不會 不敢接話 他說男朋友 女朋友看 我們最好的方式就是開始看電視 每天看鄭大哥 不同的話題 很多 這樣就不會生 這樣就對了 不要看人在那邊看電視 又寫了一招 太棒了 一招兩萬塊吃飯 這樣算貴嗎 對我來說是貴 但是對我周邊的朋友來講 剛剛好 有時候還更高 因為你有時候看朋友 他們出去吃 比如說我們之前有一次是四個朋友 出去吃 吃那個一桌就要兩千 一個人平均就要五百 所以你想有的朋友 他是天天下了班 他就會跟朋友出去吃點小東西 如果每天都花五百 五百 五百 一個月就要花多少錢了 而且這不單單只是這樣子的錢 你有時候六日 可能還會跟女朋友出去 好像女朋友開的那些大條 對啊 那你這個花下來兩萬塊 我覺得基本 你覺得他是怎麼一塊九萬 出賣到錢 第一 我蠻贊同那個Micky說的 他應該對金錢是沒有那個 不安全感 對 所以而且他們家 應該也蠻好過的 因為他也沒有要拿錢回家的 有啊 兩萬笑心費 但是那個對他來講 可能就也不痛不癢吧 我覺得 因為一個月有九萬塊嘛 所以他付出那個錢 我個人是覺得 他可能也沒有什麼 太在乎的感覺 然後他可能是等到了兩年過後 之後發現存款什麼是零 他才開始有一點警覺性 就像我們每一個月 現在不是很多都是行動支付嗎 這樣逼著 逼著 逼著 你其實也無感 可是你當每個月下來 帳單的時候 你會發生 怎麼會刷成這樣 對 我覺得他也是有一種 那種感覺 就是反正他在當下 他覺得他夠 所以他就一直花一直花 但是他可能一個月之後 反思之後 他發現不夠了 米奇剛剛講說 他吃膩了 所以有時候會叫 鹹酥雞 都要兩百 幾個 宵夜 滷味也要 現在 滷味蠻貴的 對啊 青菜那些 想吃個健康一點 隨便交一點 真的就像行動支付 一副跳出來兩三百 真的都是這樣 真的物價那麼貴嗎 物價那麼貴 所以我建議大家 我有一個小屁股 去吃臺鐵便當 一個八十塊 有菜 三菜 一肉 然後又吃得飽 每天都吃那一塊 對 我每天都吃那一塊 那一塊白骨 其實你沒鮮 我跟你講 有時候是那種感覺的問題 就是當你買了那個排骨便當 你走出來看到外面 還有這麼多人 一直在看著你那個便當的時候 你就覺得你那個便當很美味 大家都在拍 大家都會看 你這個便當好像不錯 然後你就會在他面前 像我 因為我可能上臺北就要住 那個青年旅館 所以我住青年旅館的時候 我就是剛好住在臺北車站附近 那你要去吃別的東西 有時候確實一個便當一看一百二 一百五 我如果比較缺 我吃兩個排骨便當 定期間可以吃一餐 所以我就是中午吃一個排骨便當 晚上再吃一個排骨便當 你說會膩嗎 當然我覺得會膩 我是會到那個便利商店 拿一點那個沾醬 推 拿一點蘸醬 有時候會多買一根那個什麼 烤 TL 它不是都有湯嗎 你就可以配那個湯 然後就 這個是不一樣的吃法 其實兩萬 兩萬塊 你看除下來的話 一天是七百塊 其實大家說 看你怎麼花 其實我們事務所 有個律師很厲害 他說他每 我們是在高 district 高 一個停 他一天 他決定一天中午 一定花七十塊以內 所以我每天都觀察他 他每天就是去找最便宜的 他都花六十塊 要嘛就是水餃食科 要嘛就是不要排骨的那個菜飯 他從他從到公司上班 到他大概一年 每天看到他都是用七十塊以內 這麼厲害 我們都覺得太神奇 就是我覺得他厲害什麼 這毅力 一天七十塊 那我說你平早上 早上就吃那個吐司加蛋 然後晚上的話 就可能跟自己的老婆 煮一點燙青菜或什麼的 所以我看他這樣子 可能一天花不到兩百五 我說那這樣一個月才六七千塊 六七千塊 我說這 我就看到他 我就覺得住完起 就要立正站好了 那你一天要花多少 我一天沒辦法 我一天 你是老闆 應該一千吧 沒有 其實有時候我是這樣 要看這 現在當然花的比較多一點 是因為是別人幫我買 太太準備 其實我才不知道 因為晚餐是太太準備 早上我一定跟太太吃 可是如果我想我以前 我想我剛出道的時候 剛出道的時候也是 都是想辦法吃便當 省錢吃便當 不然就是老闆說要去哪裡 我就會跟在旁邊 結果有沒有蹭點飯吃 因為你跟老闆出去 他總不好意思不請你 對啊 吃麵也好好吃 就是有時候就跟著老闆旁邊 那有時候 我就覺得不好意思老闆 因為以前我們那時候下午的時候 大概升四點多的時候 他就會買麵包 所以我就會有時候四點的時候 就會跑到那個櫃檯那邊 看有沒有麵包 就是就拿一點麵包可以省一點 人人生都這樣嘛 以前你蹭著老闆 蹭點飯吃 對 現在你當老闆 別人蹭一下 對不對 大家要讓人蹭 還要讓人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轉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